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怎么回事呢? 原来新华社那个快讯是去年的消息 也是5月20号 当时中美贸易战是暂时停火 所以呢 今天其实是中国媒体把新华社在去年同一天发的消息 错误的当成了新消息波发了 其实呢 是一个媒体的乌龙事件 那狗哥看到有海外的媒体解读 说这个事儿很奇怪 可能呢没那么简单 可能涉及到中共的内斗 但是狗哥认为这种解读就离谱了 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上呢没有那么多阴谋论 不过从中国媒体的这个乌龙事件 倒可以看出一种情绪 就是在中国的媒体圈 在中国的这个精英阶层里 很多人呢是其实 其实是希望贸易战停下来 不希望和美国继续打下去 要不然停战的这个假消息啊 也不会传得这么疯 其实大家呢总是更愿意相信 自己希望的这个东西 这个呢也是一个社会心理 中美贸易战目前呢肯定是没有停战 但是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现在的状态是 双方部长级的谈判已经终止了 原来双方谈判有一个比较规律的节奏 就是每个月双方的贸易代表 中国这边呢主要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美国那边是贸易谈判代表 莱特希泽和商务部长姆努钦 双方的代表团每个月轮换着在北京和华盛顿进行谈判 但是在这个月初谈判破裂 美国政府开始对2000亿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贸易战全面升级 那这个部长级的谈判就停下来了 美国政府说愿意在北京继续谈判 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是 你来也谈不好 所以呢就先别来了 双方低层次的团队呢 应该还在保持接触 但是这个部长级的谈判肯定是停了 那在之前的节目里 狗哥也比较明确的说过 现在的态势是中国政府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已经决心要和美国人摆摆手腕 也就是说他已经决定把贸易战打下去 要检测一下中国经济的实力 也检测一下他本人的领导能力 所以说呢 如果说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 那狗哥预测在短期内 几个月内贸易战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而且还可能继续升级 下个月底在日本举办的G20峰会 习近平和川普这两个领导人 会见面 但是呢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展 随着这个贸易战的持续啊 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肯定会很快体现出来 对这个普通中国人的影响呢 也会体现出来 其实现在已经出来了一些影响 近年下半年 中国的猪肉价格肯定会上涨的比较厉害 很多中国人肯定就吃不起猪肉了 下边呢 说一下华为 这个呢也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直接的结果 路透社昨天报道说 由于美国政府的禁令 美国的谷歌公司已经停止了与华为的商业往来 不再向华为提供硬件 软件 以及服务的支持 具体来说呢 就是华为现有的手机 仍然还可以使用安卓操作系统 但是呢 不能再获得这个系统上的更新 华为的新手机也可以用安卓 但是谷歌 Play Store Gmail YouTube 这些谷歌的产品啊 就不能再用了 谷歌的官方呢 随后在这个推特上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那其实不仅是谷歌 现在的情况是华为的整个产业链 在美国的部分 基本上都已经停止了与华为的这个商业往来 包括高通 英特尔 韦创立 斯嘉逊 科沃 赛林斯 等等等等 这些企业大概有30多家公司 很多呢 都在硅谷 按照这个川普的行政命令 美国商务部是在17号 也就是上周四 把华为和他的70多家关联公司 列入到了这个黑名单里 第二天 美国的这些公司 就接到了来自美国商务部的警告邮件 要求呢 他们立即停止跟华为的这个商业往来 那这些公司没有选择 他们肯定不愿意舍弃这个华为这个大客户 因为华为每年给他们这个采购订单 总额达到110亿美元 太赚钱了 所以他们肯定不愿意抛弃华为 但是政府的禁令来了 你就得遵守 当然美国是个法治国家 个人也好 公司也好 可以通过法庭呢 来挑战政府的禁令 不过呢 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一家美国公司 为了捍卫自己的订单 为了华为 走上美国的这个法庭 挑战川普政府 那这个说明了什么 一个可能他们也认可川普政府的决定 支持对中国的贸易战 另外呢 可能是觉得不值当 主动为华为出头 在法庭上赢官司的这个可能性呢 也不大 那说到这儿 狗哥有一个感悟 就是美国政府的这个决策过程 政策的执行效率 咱们回顾一下 这一轮的贸易战 5月5号 川普发推说 要对中国加征关税 然后呢 等刘鹤到美国沟通 沟通没有结果 5月10号 关税就开征 5月13号 美国政府呢 又开始准备 对剩余 全部3000多亿 中国商品也加征关税 5月15号 川普政府签署 针对华为的这个行政命令 17号 美国商务部 就向华为列入了 黑名单 然后18号 19号开始呢 美国的公司 就开始与华为 停止这个商业往来 咱们都知道 中国政府啊 喜欢打这个组合拳 但其实呢 美国政府这些 川普政府这些 才是这个组合拳 可以看得很清楚 川普政府是做了 这个充分的准备 要不然呢 也不会说 这么一招接一招 稳扎稳打 另一方面 美国政府对 川普总统的命令 执行的效率呢 也很高 那咱们呢 也回顾一下 中国政府的表现 一共出台了五项措施 第一 派刘鹤到美国沟通 是无共而返 第二 进行这个 关税上的反制 对600亿 美国进口商品 征关税 第三 打这个朝鲜牌 鼓动朝鲜发射导弹 来敲打川普 第四 停止了部长级的贸易谈判 第五 在中国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反美宣传 报纸 电视台 新闻联播 播评论 放这个抗美援朝老电影 上甘岭 英雄儿女 那比较一下两国政府的表现 我觉得是高下立判 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啊 基本上都是被动的 也没有什么新意 老套路 对美国呢 没有什么杀伤力 所以呢 仅仅从这个政府决策 这个角度来看 狗哥也认为 打贸易战 中国是必败无疑 无论从这个战略高度 还是从战术层面 中国政府的决策啊 与美国政府的相比较 都差了太远 所以说没有理由不失败 咱们接着说华为 毕竟现在华为是 中美贸易战的焦点 也是一个方向标 那刚才咱们说了 由于美国政府的禁令啊 华为的产业链 在美国的部分 已经完全中断了 硬件上 你所需要的芯片啊 光纤软件啊 这些关键的零部件 都已经断供了 软件上 华为手机上的 安卓系统已经残了 新手机上的硬件呢 也会受到影响 那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些华为手机用户来说 它的影响可能不大 因为有这个网络防火墙 手机上呢 也用不了谷歌的产品 但是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为手机用户来说 如果不能用谷歌 Play Store 不能用Gmail 不能用YouTube 那他们这手机就没法用了 对他们来说呢 华为手机就相当于一块废铁 哪怕你的硬件配置再好 他们也不会再用了 我想这个很容易理解 除了手机业务 华为的商用通讯设备 5G网络设备 也都是非常依赖美国公司的 如果没有来自硅谷公司的硬件和软件 可以说呢 华为生产出来的这些设备啊 在国际市场上会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所以说美国公司对华为断供 华为产业链在美国的这个中断 对于华为来说呢 绝对是灭顶势灾 其实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呢 华为也可以说是做了准备 这个公司啊 确实这个危机意识比较强 从去年中美贸易战开始 他们就开始做准备 是未雨绸缪 上面提到的来自美国硅谷的关键的零部件 华为是已经储备了 可以用半年到一年的这个量 甚至呢 还采购了不少T一代的部件 就是来自其他厂家的 虽然性能上的不是硅谷的 但是毕竟还能用 华为的手机业务的负责人 这两天也说了 大不了不用安卓 华为呢 有自己研发的操作系统 可以用在自己的手机上 狗哥还是那个观点 华为在应对方面呢 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他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 但是 他没有办法摆脱 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大环境 他已经绑在了这个中国政府的战车上 也就没有这个太多的选择 虽然已经做了这个各种准备 但是呢 只能是权益之计 也就是说呢 只能应付一时之需 只能解决短时间的需求 只能解决这个有无的问题 如果说贸易战真的在持续半年 甚至一年的时间 那华为肯定完蛋了 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前天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在日本接受媒体采访人说 川普的禁令会影响华为的增长 但是影响的幅度不大 他还说呢 即使美国供应商不再向华为 出售芯片和其他设备 华为也不会有问题 华为已经做好了准备 其实绑在中国政府的战车上呢 任正非也只能这么说 他自己心里有多苦 估计只有他自己知道 另外的狗哥必须指出一点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目前美国政府针对华为采取的措施 还只有商务部这一家 就是把华为加入了黑名单 其实呢 根据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 其他的美国政府部门 包括财政部 包括国防部 国土安全部 都可以对华为采取措施 比如说 你美国财政部可以禁止金融机构 与华为合作 那大家想想 这个会造成什么后果 其实呢 现在美国对伊朗 对朝鲜的制裁 已经是这么做了 在贸易战里啊 川普手里的牌 手里的王牌 还有很多 但是中国政府呢 中国政府手里到底有哪些王牌 中国政府呢 应该怎么救华为 现在还完全不清楚 狗哥其实呢 也是为他们感到捉急 再说一件事 就是这两天很热闹的 联想对华为断供 刚开始有消息说 联想不顾民族大义 停止向华为供应 办公电脑这些设备 等于呢 是在贸易战的紧要关头 又在华为的背后捅了一刀 所以呢 中国的网民们啊 就开始对联想 口诛笔罚 大肆攻击 联想随后发表声明 说对华为的断供啊 是谣言 华为呢 也通过媒体说 联想没有断供 这件事啊 就这么告一段落了 那狗哥说一下自己的判断 联想对华为断供这事 肯定是真的 因为联想啊 有两个总部 其中一个是在美国 所以呢 联想呢 也可以说是一家美国公司 作为与华为 有商业往来的公司 它肯定也收到 美国商务部的警告信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联想的声明 它在声明中的最后一段说 我们将在严格遵守联想业务 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 及合规条例的基础上 持续向华为销售产品和服务 啊 说要严格遵守联想业务 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 那这个意思就是很明显了 联想呢 肯定要遵守美国商务部的命令 肯定是中断了 与华为的一些商业合作 但是呢 呃 肯定也没有完全中断 因为双方的联系也很多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 它这个联想啊 发声明否认 华为也否认 这肯定是中国政府高层 协调的一个结果 要一致对外 其实呢 联想的态度 狗哥是赞成的 作为商业公司 在法治国家 就是要在商言商啊 不要轻易的介入政治 联想对华为断供 是正常的 正当的商业行为 跟什么民族大义啊 扯不上关系 其实呢 也不应该扯上联系 在非法治国家 那就另说了 不管是华为 还是联想 其实作为企业来说 要想真正获得 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 还是要推动 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这样呢 呃 才不会呢 与政府有太多牵连 企业呢 也才能专心的发展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如果您呢 喜欢狗哥的内容呢 现在就点击 屏幕上的狗狗图标 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明天见 拜拜